小姐同意了 是的 陈老爷 那大弟妈知道吗 我不知道 行 你回去跟小姐说 明天吃堂去 老爷 那同意了 同意了 那大弟妈同意了吗 管她同意不同意 那甜气到了咱们手 这个甜就是咱们的 二少爷 少爷 太太吩咐 请你换上新衣服 二少爷 您快穿吧 您不穿 太太会怪罪我们的 二少爷 二少爷 您穿吧 二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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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双 兄弟 三少爷 一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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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祖列宗在上 村里要盖学堂 造福子孙 天良愿意出资 出田 出利 今天在这里 和陈老爷置换田器 我愿意用大帝家的聘田 令家弟子号的五亩良田 置换陈老爷家的十亩田 以盖学校 愿天上的神明保佑 学校兴旺发达 学子功成名就 各位列祖列宗在上 天良要建学堂 造福子孙 请来风水先生相中 有才的师母风水宝地 为了成全天良的一片好意 为了永和村的子孙 兴旺发达 人才辈出 有才 愿意将风水宝地 置换给天良 今天双方在此例据 永不反悔 好大爷 大爷们 天良和陈老爷在祠堂换田呢 换田 啊 不是 他没告诉你啊 天良用你们家的田和陈老爷交换 然后盖学堂 好 黑大爷 啊 走 背我过去 好 来 给我写 回来再给你 阿雪 那你说啊 算数啊 别去了 他坐 腿不好就别去了 什么的吧你 你这慢点慢点 这走 列祖列宗在上 各位相亲作证 我以田良交换地契 现在开始 陈妈 您这是怎么了 走 怎么了 这是怎么了这是 大膽 大膽 天良 我走了 你把我的田给换了 反了你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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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是我爹 冤魂附体了吧 冤魂附体了 快给农老爷搬把椰子来 快 来 来 这身子都僵了 谁来帮帮手啊 大膽 快快快 快去给人打把手啊 快 快来帮一下 起来 起来 这 这 看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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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多小孙老爷 大家不用害怕 我回来是来听听天良办学堂的事 奴老爷 天良要办学堂 办学堂是好事 我不怪天良 我是想问问陈老爷 你家的那块田真的是风水宝地 你 陈老爷 你一直盯上我家的田 你终于在天良身上找到机会了 奴老爷 奴老爷 不 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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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良要我的田 不是我要你们家的田 陈老爷 你不用害怕 那二姨太想霸占我的家产 他从后面砸我的后脑勺 砸后脑勺 他不知道我的血喷在他的身上 我把冤魂附在了他的身上 陈老爷 我没想害你 我不敢害人的 陈老爷 陈老爷 你不要害怕 你去把那张半仙给我叫来 问问他 我们家哪块田不能盖学堂 那那那那那是张半仙说的 那那跟我没关系 我没让他这么说呀 他说你家的田是风水宝地 他怎么也没见他能长出珍珠米来 那那 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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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陈有才给了张半仙钱 让他这么说的是不是 说呀 真的吗 天良 您别听他的 他胡说八道的 不是 不是 谁瞎说 你说清楚 否则 别想走 不 不是我 不是我 那是谁啊 是 是我老婆 你这个老不死的 不是你让我给的了 你给张曼先生多少钱 四个姻缘 四个姻缘 真美妻 真美妻 陈友才 陈友才 你心太狠了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你找谁啊 我找曾先生 曾先生 回家结婚去了 结婚 小姐 曾先生被家人 拉回去结婚了 结婚 对 小姐 被她愿意 编号 还只是 那我 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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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 陈老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事跟奴小姐有关系啊 这就对了 你早点这么说不就得了吗 那天晚上啊 我是路过祠堂 看到曾二少爷跟奴小姐一块出的祠堂 一会儿呢 曾二少爷一个人回来了 行色匆匆的 当天晚上啊 曾二少爷就离开永和村了 是吗 这 我就看到这些 老板 带给我加火酒 对不起 二少爷 您到别的酒店吧 为什么 太太吩咐了 不让设账 不能设账 您是觉得我给不起钱 二少爷 你还是走吧 我不走 二少爷又出去了 你去把他拉回来 告诉下人 不许他再出去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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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慢点啊 让开 小心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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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 少奶奶 我先下去了 来 孟年 曾家奶一点对不起你 你干吗要这样自己糟蹋自己 你就忍心把你新娶来的老婆丢在家里不管 我跟你们说过 我不结婚 你已经结婚了 这是你要结的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王明 我是你母亲 百善孝为先 你不能不顾忌我的感受吧 是啊 二少爷 你不能再让太太为你操心了 妈 对不起 恕孩儿不孝 二少爷 光丽 卖烟的 你在干吗 画像呢 你还会画像呢 你不管烟摊了 你们老偷火烟我怎么卖啊 连钱都挣不到 连钱都挣不到 你给我画一幅画 我给你一分钱 真的啊 嗯 你坐吧 别乱动啊 陈老爷 您只要在这上面画了鸭 那永和村可就是您的了 张先生啊 哎 给他画像了 哎 大哥 坐 给你画一张 哎呦 好好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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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呀 也就适合干点这个 吕警长 马上逮捕奴天良和曾光年 啊 你弟 对 他们是同谋 是 来 没人呢 哎 别跟上了 唉 哎 talk不ть段饶 嗯 登儿少爷 对不住什么呢 嗯 哎 哎你们干嘛 走 哎 哎 哎 你 那得需要多长时间 奴小姐 两个月 一个月行不行 这有点太急了吧 这样 帮我赶赶工 我多付工钱给你们 那行 那我下去了 行 那多费心了 小姐 外面来了好多警察 说要找你 去看看 好 这是要干什么呀 奴小姐 我们局座想请你走一趟 曾光瀚 对不起 没时间 奴小姐 这可就由不得你了 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呀 看 这是什么 你给我看清楚 这是我们警察局下发的逮捕令 你被逮捕了 来人 带走 小姐 你们干吗 你们干吗 小姐 不要去 造反了 干吗 小姐 来 你快走 你别打 你别打 你别打呀 等 等回这儿啊 你赶紧叫他们散开 告诉他们 我们这是在执行公务 我们这是在抓杀害二一派的幕后凶手 幕后凶手 快快快快快快 快点让他们散开 你们劳动呆执行公务 对 大家静一静 安静一下 我必须跟他们走 安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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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吧 我肯定会没事的 谢谢大家了 干什么 还没发生 再来一派手 抓索他 小姐 小姐 你不能去啊 洪柔 你不能去 小姐 想造反什么事 小姐 别碰我 小姐 不然把你们也抓起来 小姐 洪柔 放开小姐 把手放开 不能跟他们走啊 我跟你走 算你实相 走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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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去啊 小姐 知人知面不知心 没想到 是卢小姐杀了这二一太 我早就看出来 他不是什么好人 你别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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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被冤枉了 把人杀了 把人杀了 我们有才也冤枉了 你们大家都说 我们有才不好 你有才做维师会那几天 哪 你这猪脑啊 你这人都不提这事了 你杀了 你这人 你怎么不真好来话呀 你 去去去 回家 回家 别走啊 别走啊 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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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着啊 真没意思 大力妈 大力妈 天良被警察 陈老爷 您也在啊 都知道了 大力妈 这是好事啊 是啊 这天良被警察抓走了 我说嘛 您这福气 就是长在这屁股上呢 说你是猪脑子吧 跟你说多少回了 就记不住啊 这叫好运刚开头 对 好运 你们都说些什么呢 大力妈 这奴家就剩几个下人了 天良任你当妈 你可以到奴家主事去吧 是啊 就这事啊 您可得好好歇歇我们有才 有才 是不是你害的天良啊 我说大力妈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那警察局也不是我开的呀 再说了 我也没那能的呀 那就是 你说你 你真是好心都当驴肝废了 走走走 这种人真不可理喻 走走走 陈优彩 要是你害的天良 我让你不得好死 来 是不是 你这是土根 杀死二姨太的 说 你把凶刀藏哪儿了 你这是在无险好人知道吗 你最好给我老实点 老实交代 二姨太死的那天晚上 你们在干什么 什么都没干 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在一块 什么也没干 可能吗 说 当天晚上 你为什么匆匆忙忙离开永和村 害怕了 曾二少爷 你得老实点 说 卖报了卖报了 最新的报纸快来买呀 卖报了卖报了 快点看哪 独家新闻独家报道 走 曾局长 到底是怎么回事 朱市长 听我和您说吗 朱市长 二姨太的案子有了新的进展 据永和村的陈老爷举报 事发当晚 奴天良和曾光年都不在家 有重大作案刑 荒唐 朱市长 二姨太的案子已经拖了很久 我们警察局悬赏了五十块大洋 捉拿凶犯 可是到目前为止 线索寥寥无几 我们警察局压力非常大呀 曾光瀚 你是 想报一箭之仇吧 朱市长 我哪有那么大的胆量 您听我慢慢给您汇报 二姨太的这个案子 幕后肯定有人在藏匿凶犯 那么这个人是谁 我想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朱市长 您也理解一下我 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您要知道为了破案 我已经把我的同胞兄弟关起来了 曾光瀚 您以为你这么做 很聪明 朱市长 您真是过假了 我没有您想的这么聪明 这是卷宗 请您过目 事发当晚 奴天梁和曾光年行踪诡异 他们有作案动机 有作案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 曾光年当天连夜离开了永和村 您不觉得可疑吗 朱市长 二姨太的这个凶案如果办不好 市政府和您的脸上都没有光彩 而我 又怎么对得起您的信任和栽培呢 曾光瀚 你明明知道我在抓永和村的典型 你这不是故意给我放横炮 下眼药吗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我实话告诉你 我不免你的职 是希望你能够戴罪离宫 为党 效力 你别聪明 反被聪明误 我 等着你破案 给我接警察局 熊市长 曾局长 重庆派来的特派员很快就要到了 和您的政策 我刚已慌了 什么 特派员 对 是来调查当年阳城保卫站的 你打算怎么处置这个女人 曾局长 必留下心腹之患哪 否则你我吃不了都折走 好好好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您是否判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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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就是群混蛋 你 不是好歹 给我继续打 没错 我要他在日本人监狱里的档案 曾局长 日本人撤退的时候 所有的档案全部都销毁了 什么 好 知道了 局长 您找我 吕警长 我问你 你能确定二姨太 就是奴小姐指使土根杀害人吗 局长 我这可是按照您的旨意在办案哪 是是是 我一直认为 二姨太就是奴小姐指使土根杀害人 可是她死不招供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这还不容易 咱们照样定她的罪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就咱们手头掌握的这点证据 如果报到法院的话 肯定会被那个陆远程驳回的 朱市长也上门要人了 局长 那您的意思是 他可以不招供 但他可以被罪自杀 被罪自杀 对 杀人偿命 这对于他来说并不冤枉吧 可是局长 他能自杀吗 所以啊 咱们就得想办法呀 吕警长 我听说他在日本人的监狱里 曾经有过自杀 曾经有过自杀 对 要不咱们让他再死一回 这个容易 我们让他服药 我要让他服药 我还找你商量个屁呀 咱们得让他自己寻死 而且还得不留痕迹 吕警长 你可是个聪明人 你得动动脑子 这眼看重庆的特派员 就要到了 如果我完蛋了 你还不得跟着完蛋 是 局长 我明白 天良有过自杀 档案已经被日本人全部销毁了 那 能不能找当年的御警 详细地问问 行 长官 这是你们要的 阳城日报的报纸 对 当年我就不管二十三号监狱的 那谁管的你知道吗 死了 死了 那 当年二十三号牢房里的囚犯 你知不知道还有谁活着 我就知道一个牢头 原来在城南开妓院的 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您到南城打听一下 会有人知道的 好 那我先告辞了 好 回去吧 好 你就是当年二十三号牢房里的牢头吧 好 是是是 您找我有什么事 我也没做什么犯法的事 你别害怕 我今天找你呢 是有一些事情想向你了解一下 我问你 这当年是不是有一个叫天良的女的 就关在你的牢房里 天良 是 熊震堂和曾光瀚 是不会坐以待毙的 一会火车进站之前 都换上变状 小心点啊 举总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这奴小姐确实有过自杀 是一次撞墙 不过没死 为什么 据说 这事是发生在 他被押送到日本县兵队受审期间 这时候啊 是日本县兵队小队长 亲自送他回牢房 并且交代 绝不允许奴小姐再发生自杀 据当时的牢头说 为了这件事 还曾经杀死过一个囚犯呢 吕警长 日本县兵队大楼 是不是还烹着 你去过队长办公室吗 去过两次 可曾记得里面的布置 这个应该没问题 好 这样 把办公室恢复原样 把奴小姐押到那儿去 你装扮成宪兵队队长 让时空倒退 事后让法院派人过来验尸 是 如果有人问起 你就说 是为了保证犯人的安全 独立关押 记错 高明哪 喂 朱市长 有什么训事 明天上午啊 十一点 重庆的特派员到 你和我一起去火车站街 是 局总 特派员明天中午十一点到阳城 吕警长 咱们必须在特派员到阳城之前 把此人给了结掉 是 局总 好 报告失作 重庆集电 什么 特派员今天下午乘坐三十六次列车 三点四十分到达阳城 不是说好明天中午到吗 你马上联系总县 特派员到底是谁 做几号包厢 是 我是熊政堂 什么 李兴国 他已经到了 好 我知道了 好 我知道了 给我接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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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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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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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他就是重庆派来的特派员 我们写些被他耍了 好好好 我知道了 给我接十五十师部 我是重庆派来的少将特派员李新国 李将军有什么迅事 派军队马上包围警备司令部 全程解研 是 资金与点栏目 发现了 别怕 买 谢谢观看 徐总 徐总 那边已经安排拓荡了 好 那就按原计划执行 好吧 好 喂 曾光海 老子让你查那两个死掉的军官 到底有没有李星国 你半天都不接电话 如果李星国没有死 你我都得死 喂 曾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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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总 李星国 你来干什么 逮捕你 我都查你汉奸的罪行 带走 王八蛋 胖子比兔子还快 好 杜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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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下 把这儿没了 立刻没了 杜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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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开始 找连组织织织指挥 跟我走 杜兵 出什么事了 听说特派员的人 在旅店被枪杀 枪杀 嗯 死了 死了两个随从 凶手抓到了 没有 来 报告 特派员 曾光汉跑了 搜查了吗 搜了 监狱看看 是 跟上 咱俩 开门 曾先生 怎么样 曾先生 没事 你知道 你们小姐关在哪儿吗 是 不知道 快送咱这儿去医院 是 龙小姐关在哪里 下午被吕警长押走了 哪 吕警长说 局作要把她关在一个 安全的地方 是 其他我什么都不知道 全程搜查 是 四万 放一个 看谁来了 希克呀 你们怎么还在打呢 外面都戒严了 再不走走不掉了 真的 警察局长说话能有假的吗 那我不打 别走啊 我都把鼓了我 没听你老公说 在此就走不了了 你来叫什么局啊 真是的 重庆来了特派员 重庆特派员跟我有什么关系 金亮 你让我在这儿待几天躲一躲 又做什么亏心事找地儿躲 这时候就想到我了 再几天 看情况再说 不一邂逅 碰然心动 怕得硝烟将我牢牢包围 从此想念痴情死罪 唯有回忆太美 梦境足不及防 从被打碎 少不及时忽乱乱 稍不及时忽乱 期待 愁愁的我 忐忑徘徊 趁你再幸福无限回味 不顾一切追悔 他与我相隔千身门水 在如今 岳落为余 我是丰漫 心灵 默默默的痛 触碑惯了孤独 道不明说不清 唯有心痛的痕迹 爱漂浮风中心如影随形 远望她的眼心滴满苦泪 此情排悬不定是否心相伟 旧日情如醉我将守护到沉睡 往事总终永世不分离 是否爱已失去 总有情难断心如影随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